- 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下禮拜一播- 要吃喝玩樂- 要大把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俊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好,我們來九八新聞談- 你在說你不是非要不可- 讓你非要不可的- 劉俊耀- 瘦耀- 禮拜一- - 冥對正夏藥哦,我們現在是黃珊珊- 黃大律師,黃大律師你好- 劉俊耀哥好,各位聽眾大家午安- 中原平安- 大家平安,但是狗狗也要平安- 動物也要平安- 嬰亞要平安- 對- 我們的圓仔- 圓仔超可愛的- 好可愛- 我跟你講- 你看那個媽媽喔- 媽媽就是媽媽- 天性- 抱著她那個圓仔然後呢,已經在渡過了- 還怕壓到她- 然後只要她一一樣這樣- 嬰- 她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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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叫做天性 我生完小孩 其實小孩不是半夜會哭嗎 以前是睡到會死 就睡死去的人 媽媽真的有個天線 就是他一叫你馬上就醒 結果前六個月我都會醒 後六個月我就醒不了 我老公才會醒 大家會換一個時間這樣輪流 那我跟你剛好的經驗是倒過來 我跟前妻生的那個女兒 前面三個月都是我在待 因為你會醒 沒有我都起來要 而且是要一天 一天要餵 一天要四個小時就要餵一次奶 對不對 我那時候都是我起來餵奶 真的餒 你也有天線就對了 不是 因為我覺得 責任感 生產已經很辛苦了 所以呢 那個我們可以做的 就讓媽媽能夠好好睡 那白天她可以好好照顧她 那我們可能就是晚上這個時間 我們就辛苦一點 然後 因為我是跑社會新聞出生的 所以這種睡眠不正常的事情 對我來講 很容易驚醒 小事情 小case 所以說呢 我就前面那段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你有很認真的帶過小孩 比那個團團好 團團到現在還搞不像這種 人家沒經驗嘛 其實我也沒經驗啦 對啊 不過媽媽的這個動物的這個本能跟天性 他們在那個地方都看得非常的 好可愛 而且他那麼小 我真是擔心他一個不小心 壓到他 壓到他了 可是他們好像都有這樣的一種本能 我看了很多的這個 不管是北極熊 只要是很大的 體積都 體積很龐大的 他們好像不太會去壓到自己的小孩 把他壓死 就是壓死掉了 不會悶到死掉 對對對 他們因為他們有這種大概天生的 天真的這樣子 上帝有給他一些本能 是是是 sensor 感覺到這個 天線在會響 對 那今天呢 從銀亞這邊呢 我們談到了 因為很多的動物 我也養寵物 珊珊 小時候養 我們這個蛋餅呢 也有養寵物 那最近有一些寵物的問題 我剛好呢 我想把它整理整理 一次來跟珊珊請教一下 有些讓人家 你會覺得說匪夷所思 為什麼會這樣子也要告人家 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話 前幾個禮拜 有一個侍主 這個侍主還有外交官身份 他呢 把他的狗呢 要送去安樂死 可是 這一個獸醫呢 覺得呢 他可以救著 把他救活 結果就把他救活了 這樣竟然被告 那個侍主說 我是叫你把擁護死 你怎麼可以把他救活呢 我告你詐欺 哇賽 這個事情讓我 讓我覺得說 人家幫你救活了 你的動物應該來不及了 感謝都來不及了 你還要告人家詐欺 因為他認為他被詐欺的那個 安樂死的費用 是不是 好 還要忘記那個救活的費用更高 真的 救活 你知道要救活一隻 一隻貓啊狗啊 我跟你講 沒有健保耶 很貴耶 都要帶一疊錢去耶 我 也不能刷卡 都付獻 一定都要付獻 對 有些付不了獻的人 也沒有能力的人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他就把果就丟到那邊 他說好 那我去領個錢 一轉頭出去 就不再回來了 那怎麼辦 我當場就看到 就受醫 就受醫你們動物院 你也不能把他丟掉 也不救他 也不行啊 萬一他回來了怎麼辦 對 啊然後呢 就整個救他 嗯 但是這就因為他們自己 這比起來變呆帳 然後他自己還要養他咧 喔對啊 對不對 他整個被棄養了嘛 所以說你可以 那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是他 他愛護小動物 他在路上看到 這隻狗 很危險 或什麼 也不是他送到那邊去 這樣子 然後呢 就走了 那像類似這樣 所以你剛剛講 蠻慘 我也蠻慘 蠻多人會送這些 可是我對很多受醫都很尊敬 是啊是啊 很尊敬 很有耐心 而且他們自己 有些都是掏藥包的 他也不講 他也不會 常常在推廣 幫我們做社區 推廣的都是受醫師 是 所以說我對受醫師很尊敬的 因為他們在 所以他們 他們對於是狗 狗會不會 他跟人啊 不一樣 我們語言可以溝通 他跟貓啊狗啊 我們怎麼跟他溝通 對 尤其像貓 狗 狗 貓是這樣 貓是痛到 如果10分 以10分來算 他痛到9分了 他才會叫 他才坑一聲 嗯 狗呢 一分 不意思 才痛一分 他就哀哀叫 叫著9分 狗是跟貓就差 比較容易辨別 對對對 然後你狗就說 他好像不舒服 他已經很不舒服了 其實沒有 他那個是小病 就還好 貓呢 他才叫一聲的時候呢 你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發現都是大病 都救不回來 我們家都是三隻貓 對 往生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 你要花很多的時間 那金錢 你要不要救他 要救他 可是要花很多的錢 現在我看到房間還幫那個寵物 洗腎 我就會啊 對啊 就是 現在除了我們人要洗腎 連動物也在洗腎 貓要洗腎啊 因為我們家的那隻 媽媽 他就 他就洗腎洗了一年啊 一年多 你知道所以我們家沒有 我聽說那個費用比人類洗腎很貴 很貴 你學到 你到最後呢 因為實在太貴了 你可能不得不學自己怎麼幫他洗 因為他是屬於那個 帶回家來 然後你要學會 可以自己 學會下針 下到他的那個皮下裡 這樣子 然後去幫他洗腎 所以 你看這些事主要 要把他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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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花很多的錢的 但是要把他弄死 很簡單 可是要不要把他救活 當然要吧 是啊 你都養他這麼多年了 所以這個 這個案子 我覺得有道德上面的 跟法律上面的這個事情 要請教三三 我想 先請教法律好了 道德我們後面再來講 法律是我們的什麼 很多行為的這種底線嘛 他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呢 這一位還是一個 所謂的外交官司說 因為他是我們什麼 澳洲駐台代表 那他要把他這個 他認為說啊 他的這一個混種權啊 班級啊 他是因為全身都癱瘓了 那全身癱瘓之後呢 他才想說把他送去 這個去去看了讓他安樂死 結果這個獸醫呢 楊東盛先生 我蠻尊敬你啊 他呢 覺得他是血管堵塞中風的 所以呢 他就告訴呢 這個他這狗呢 需要住院啊 住院一個禮拜 那醫藥費呢 一萬五千元 你看真的很貴喔 醫藥費一萬五千元 那你再來 請你這個送來的人 你隔天再來 那可是呢 這個 施主說不要啦 就讓他走了 好不好 就讓他就不要再住院了啦 就讓他一路好走這樣子 好 結果 這一個呢 獸醫呢 竟然就這樣子 把他給救活了 救活之後呢 他發現 就好了 他發現 我是寵物送給你 然後呢 付你錢是要讓他安樂死 結果你把他救活了 你還現在不用自己養 後來送到那個什麼 動物之家去收容 因為這個狗狗走失了 對 在獸醫那邊 但是他跑就跑出去了 是 大概跑出去可能因為有晶片 所以找到了這個外交官 所以這個外交官 才發現原來他沒死 嗯 你騙我的這個安樂死的費用 安樂死的費用 好 所以他這樣子告 算不算詐欺 他算不算詐欺 基本上 收了錢沒讓他死 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到現在為止 其實 台灣的法律 還是把寵物 尤其是動物 其實都當成 人的財產 附屬品 就是你的 就跟你的 車子 房子 一樣的東西 他叫做物 他不叫做 他 我們這個法律 只分兩種東西 一種叫人 一種叫物 所以動物算這個物 那他只算所謂的一般 你的財產 所以他有所有權 包括 世主是他的所有人 那 因為有所有權 所以你對他就有處分權 是 就變成我可以決定 他是生是死 哦 就就像這個案例 是 就像我們一般 我們人類生病了 對 送到醫院去 家族不能說你給他安樂死 醫生就給他安樂死 嗯 可是為什麼到收醫院 主人說給他安樂死 是 收醫就只能 只能聽聽命 是 這其實是 法令本身的位階 就已經把它定義成物 所以 世主說什麼就是什麼 嗯 所以這其實是需要調整 因為現在是 人道跟 跟動物權 這個東西是 大家開始去思考 對 他的權利是 不是你可以這樣決定 嗯 你可不可以決定他怎麼樣 嗯 那這個案子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 收醫把他救活了 對 救活了以後 正常來講 應該要通知一下這個 世主說 嗯 你要不要帶回去 我把他救活了 那他可能沒有 就直接 講說反正你也不要了嘛 我就養在家裡 那這個 少了一個通知的動作 好 那通知的問題是在於說 那這個醫藥費 你要不要出 如果你要你回去 你要不要出這個醫藥費 這畢竟還是有 有醫療行為嘛 嗯 那世主一定不會願意出 這個醫藥費 因為我不是叫你把他救活 嗯 所以就會變成有這個爭議 但是你說他有沒有詐欺 他詐欺是他自己 用他自己的專業 去 救活了 所以我自己 我又沒有用騙到你的錢 把他救活 嗯 但是 那個所謂安樂死的費用 他的確有付一個 好像兩千塊 是 兩千塊 但是 處理費兩千 我有沒有因為這樣 比如說我把他 你要把他救活 我把他弄死了 嗯 這種情況就可能不法侵害 這個世主的權利 是 但是你要他死 我把他救活了 我就有沒有侵害你的權利 嗯 沒有嘛 因為你本來就不要了 嗯 其實你接下來其實就是 我們從物的角度來看 他就是個廢棄物嘛 對 就像你不要的東西丟在路邊 我把他撿回家 嗯 那這東西有沒有損害你的權益 沒有 我不是去你那邊偷懶 嗯 所以其實在詐欺上面很簡單 就是 要造成他人損害 哦 所以就他人損害的部分 可能是不成立 你說這個 世主沒有損害 他的損害 他說 我精神上損害 我期待他死了 結果他現在 我見鬼啦 鬼月 我看到一條狗 現在送來我家 說 他活起來了 我還以為說是 嚇壞他了 這個精神陪 精神 精神陪在台灣的法令 類似這種 霧的東西是不能 你不能說你打破我花瓶 對 花瓶五百塊 你打破我花瓶就是賠五百 你不能說因為我好喜歡這個花瓶 是我 阿祖的阿祖送給我的 留下來的 所以說 那個痛苦在霧上面是不存在的 對 就像你家漏水啊 樓上漏水 你覺得很煩 你很痛苦 目前為止 有一兩個法院有判說精神賠償 是 但事實上只能修漏水的損害而已 對 這個是目前對霧的損害賠償 除非你有侵害到所謂的人格權 我都其實沒有什麼精神賠償 所以就損害的部分 這個世主是沒有損害的 他還說他損害了那個安樂死的費用 對不起 他安樂死跟安樂死 他的費用其實對受益來說 他沒有得利 他反而受損 對啊 他出的費用 比安樂死的費用更高 沒錯 他 他反而比你 他把你救活的錢 比你付給他要安樂死的錢 還要貴咧 對不對 那些藥品材料 這些可能都比你這兩千塊高 是啊 所以你知道嗎 另外一個 我看他上面寫的一個名法的部分 名法的部分 他認為說 你世主 你可以主張說獸醫 你說安樂費 沒有替他安樂死 對不對 你說起訴獸醫是債務不履行 給你錢 你沒有去履行 沒有去履行 安樂死這件事 交代你做的這個事情 可是 他說獸醫可以反過來主張什麼呢 世主你只支付了安樂死的費用 可是我卻花了比你安樂死還要貴的兩倍的費用 就把他救活了 他說 你可以起訴他 幹嘛呢 不當得利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 就救活了 你的狗拿回去了 你不當得利 大家現在看這個案例 因為 後來還有一個消息 就是 這個狗狗不是因為走失嗎 對 所以被抓到在動物之家 等待人家認養 對 那正常來講 因為你原來就當成流浪狗了嘛 流浪狗就一般民眾去認養 那就沒事了 所以這個狗 其實就是要脫離你原始祖的長管了嘛 是 那當然 你要說獸醫要可以去告不當得利 大概就不太可能 因為 這個始祖沒有帶回來這隻狗 對 可是後面這個新聞比較有趣 這個始祖跑去動物之家 把他認你回家了 是 就是這個狗狗看到他又活蹦亂跳很開心 對 所以他現在的狀況很特別 就是 這個狗狗跟著原始祖回家了 是 所以剛剛邀哥講的這個不當得利 就有可能成立了 因為你帶他回家 因為你帶他回家 對 那這個就是獸醫要不要去告他的問題而已 所以獸醫要去告他的話 這還真的是可以告得動嗎 基本上 可以請求他在起步 基本上他是一個 有點 反環不當得利 法律上我們有個幾個很特別的觀念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對 我們正常人都會簽合約 買東西多少錢 好 這叫做契約 對 但契約之外 有三樣東西是不一樣的 嗯 比如說侵權行為 就是我不認識你 我也跟你沒契約 可是我車禍撞到你 對 這叫侵權行為 侵害別人 但是有另外兩種是 不是真的去侵害你的 可是 不小心 比如說我把這個東西當 我明知道是你的東西 但我把當成自己的東西 好好的管 管得很好 還有獲益 是 這叫無因管理 我跟你沒有法律上的關係 可是我幫你把東西管得很好 有什麼情況會這樣 平常我們生活會有什麼情況 類似像 尤其是家人之間 家人朋友之間 就是你沒有托我照顧 可是我把他照顧得很好 我把他照顧得很好 比如說房子啊 我幫你收東西啊 或書幫你養的 收房租啊 之類的 幫你做的事情 好類似 就我雖然沒有法律上的原因 但是我去幫你管理 那我當然要有一些成本費用 我可以扣掉 這是無因管理 就是沒有法律關係 有法律關係的 都叫做契約 是不是 我再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 有一個 那個 他在這個 他的門外呢 種了很多的盆景 盆栽 可是呢 都屬於澆水 會死掉啊 對 可是他的鄰居呢 看不下去 他在灑水的時候 就順便幫你灑一灑 就順便幫你 幫你把他照澆水 照顧 照顧 這個就照 類似 好 比如說 你也沒有托我 後來跟你要那個水費 哈哈哈哈 但是後來 你不能說 無因管理你的費用 你給我還我啊 這個叫無因管理 那另外什麼叫做不當得利 就是沒有法律上的原因 你我得到利益 比如說你的房子 欸你你你你你你 你住一樓 但你站到共有地方 是 那你對其他共有的人來講 你就是不當得利 你不可以站這個地方 嗯 很多人就把你車子停外面啊 花盆擺外面 這個可能就不當得利 自己做生意 在那邊我又做起生意來了 所以生意來 然後我也不用付什麼租金 什麼的 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我們政府在告那些 站有戶的時候 都是用不當得利 對 就你沒有法律上的原因 站著我的地 然後呢 你又做生意 然後你又對 你又賺錢盈利 這個叫不當得利 就是你還是有一些些 無法律上的原因 受有利益 對 即使你沒有 你你站到那個地 就有受利益 那無因管也類似說 我幫你管 這個比較像無因管理 就我其實是 你托付給我 我沒有要管 我沒有要你你托付給我 可是我 我做的那一塊事情是 幫你弄得更好 對 我沒有得利 其實他應該是用無因管理 比較像 這個受益師的請求權 對 就是他是說 我幫你管的是 我雞婆啦 是 無因管理是法律上 鼓勵人們 主動熱心 的一個法條 他反而不叫做不當得利 他應該是 有點負面 他是比較正面的 因為幫你管得更好 對 那這樣子的話他會不會去主張呢 我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這個問題真的很有趣 咱們再繼續來聊 好 而且而且呢 還讓我再把這一條狗狗呢 能夠再回到我的 重回我的懷抱 這個應該是他獲利啊 然後他還要去告他 這實在是 來 那所以說 再講一個 你不要把這個當成狗 幫他當一個電視機 電視機 你的東西壞了 你跟那個 修電視的人說 你把他 你把他銷毀好了 好 我當那個 修電視的人修一修 跟你說好了 好 那我會不會詐欺你 不會嗎 我銷毀可能要付你錢啊 怎麼回收啊 什麼費用 對 假設啦 假設有這種回收費用的話 那我還要付你錢 我付了你兩百塊 你幫我銷掉 對 可是你沒有把它銷掉 我沒有把它銷掉 你修好了 修好了 然後我修好了 然後 你不拿回去就算了 你拿回去了 那你 你這個電視的 這個修理費要不要付啊 所以我不叫不當得利 我叫做無因管理 我家保啦 我多幫你做好事 你無因管理 然後我獲利 所以我應該在法理上面 我要付錢 要給我修理的費用 喔 修理費用假設要兩千塊 對 那我應該付你兩千塊 對 我 你 我如果不付你的話 你還可以告我 如果是 如果你拿回去這個電視機 對 那當然這個 修好的這個代價 那如果我就不拿回來 然後你就在外面 就 當二手貨賣 我們把 把這個修理的人 變成第三個人 對 你托我 我的好朋友說 你去幫我把這個電視機銷毀掉 對 我托你吧 你托我 我拿去銷毀 店家跟我說 修好了 可以修耶 那修好了 那我也拿給你修好了 就我幫你多做這個事情 是 其實它是對你 你這個還可以使用 你還是有那個利益 這樣我更清楚了 對 這樣就更清楚了 就是說 但是 如果今天我拿兩百塊給你 請你幫我搬去銷毀 可是你就 你卻把它修好了之後 我自己占用了 我在告你說 哎呦你詐欺 我給你兩百塊是要你去把它丟掉 可是你竟然把它給修好了 對 而且你還變成自己用 對 這合理嗎 大家覺得 這樣子我可以告你詐欺嗎 就是不行啊 因為你沒有損失嘛 我本來就要丟掉的 對 而且我是拖你去丟掉 對 可是你把它修好了 你現在必須在家自己用 甚至還給你用了 在現在的情況 可是你要還給我用的話 我先不要講到還給我了 就這個時候呢 你都已經在你那邊了 對 你自己修好了之後自己用 我自己用 那我也不能告你 你是要銷毀的啊 哦 這樣就很清楚了 你也沒有損失啊 對不對 那如果我要說 哎你怎麼修好了 來那我要拿回來 對 我要拿回來自己用 這個時候呢 就有一個價金的出現 雖然我是無因管理 我是多做了這些事 對 那但是你得到這個利益 你還是要返還這個費用啊 哦 我付了給你家 那你如果不還我 我可以告你親戰嗎 不行啊 就不行啊 就這樣你是要銷毀的啊 哦 你怎麼說人家 你就把它當廢棄物 廢棄物就不是你的東西啊 是是是 就已經不是脫離你的掌握啦 因為他給他安樂食的費用是兩千塊 對 處理費是兩千五 處理費就是去火化啦 火化啦 火化啦 燒掉啦什麼的喔 這總共花了八千五百塊 這個後面都是政府的錢 是 那個火化那個費用 其實都是我們政府的 我們有個專門的寵物 是 那個焚化 是 在新一區那邊 所以啊 你看這個人 如果他今天這樣 他已經 其實他責任已經很清楚了 他就已經 我給你付你處理費什麼東西 我就希望你把它銷毀 對 就這樣套用 套用我們剛剛那個例子 如果你從物的角度 你就已經不要這個 對 我就套用那個 我就是呢 我就是讓你再幫我處理 現在你把他救活了 嗯 那第一個 我要不要還還給我嗎 嗯 如果沒有的話 我也沒辦法告你親戰啊 沒有啊 是不是 那我如果要給你 欸那你要還我了 這個狗已經 一好了你要還我 我反而還要付你一個 無因管理的費用 對 就是救活的費用 是不是 那更何況 你沒有付你要告人家詐欺 他就是覺得說 各位 可能因為我覺得他是外交官啊 被我們政府的人 找上門說 欸你的狗在外面流浪 他可能覺得很沒面子 很沒面子 對 加上說欸我又付了那麼多錢 怎麼還在外面流浪 欸 可是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為什麼變成新聞 就是因為 我正常的事主是很開心的 對啊 怎麼會難過呢 救活了好棒喔 趕快去接 趕快謝謝這個獸醫 正常人是這樣 所以他覺得很丟臉 他說丟臉 我的狗怎麼可能會變成流浪狗 被人家找回來 然後這樣 他可能是這件事情 可是那這件事情可以做解釋的嘛 對啊 可以跟大家大眾說明 你說喔 沒想到醫生把他救活了 對不用弄到這麼 但是因為沒有通知我這樣 其實也不太對 是 但是這個醫生救活了 還是很感謝 怎麼會 怎麼會是去告這個醫生這樣 你看這個事情喔 會處理跟不會處理差多少 對 你會處理的話 去跟這個醫生再感謝他 擁抱他 對啊 然後變成一個很溫馨的新聞 是啊 不是 對付公堂 然後呢 還互相誕囂 互相還 還用英文台語 互相的罵來罵去 欸 這個社會其實是可愛 這個是這件事情 其實很溫馨很可愛 可是他 不會處理的話 就變成這麼的 劍拔弩張 而且因為外國人他們會說 欸 我就是給你這個合約是這個樣子 沒有要依這個合約走 可是我們台灣人可能比較基於 我們比較 愛護小動物 對 愛護動物也好 我們比較有那個 我們比較會說 多做一點這樣 對 對 看他還可以救得活 文化被檢應該是不太一樣 對 澳洲應該也是很很注重保育的啊 對不對 澳洲是保育 我想做的還蠻好的一個 你記不記得 澳洲不是有一個什麼 那是叫鱷魚先生 鱷魚先生 後來不是被那個 轟 刺死的那一個 欸 你看他 他那麼小 就教育他的小女兒 他很像以後來是他的 等於他的接班人 對 對不對 那麼小小朋友在兩三歲 他就開始讓他認識所有的這些動物 對阿 你要知道澳洲的這種保育的概念啊 是非常有的 那這位外交官 澳洲級的 他應該 應該也要有這種 一點點的這種 這種 他完全是在那個契約啊 你沒有旅行期 不過這樣的話 就有點太 太僵化了 法律呢 其實 其實他才會變新聞 本來是一件溫暖的事情 而且應該是 好好地去謝謝壽醫 是 不過台灣人應該就是謝謝壽醫吧 當然 你那個狗狗相處是換不回來的 對啊 他幫你換回來了 對 再多金錢都買不到了 因為我們 你知道嗎 我想到我的第一隻 第一隻貓 那個要過世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我還記得就碰到呢 元旦 連續假期 那醫生呢 你給他死球活球 拜託他能夠那個 他就不願意 因為說他是連續假期 你排好了 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 因為你人的話 你可以送到急診室 都還有值班的醫師 對 動物你怎麼送到 哪個地方有急診室的 動物哪有急診室 沒有嘛 那你就是眼睜睜看著你的寵物呢 走了 所以你會覺得 哇賽 如果有人能夠這個時候 能夠出現 幫你救過他 你會覺得說 哇這個人一定是你的救命恩人 所以其實 像我也參加那個動物保護團 其實大家一直想推一個叫做動物保險 對 因為大家可以分擔嘛 對 可是有找保險公司評估 保險公司算過台灣 他是要看市場規模 對 因為你要分擔風險 就是很多人保 但是很少人理賠 這樣他就會賺錢 是啊 他就會願意保 台灣的整體的市場 太小 所以就變成他不願意承接 而且道德風險很高 對 因為貓啊狗啊 他不會講話的 到底是被害死的 被害死的 然後詐領保險金的 那不是連害死一堆狗啊貓的 至少說在醫療上面 有一些保險互助 對 大家都可以有看到比較便宜一點的費用 然後由保險公司來擔 但是目前為止推不成 行不通然 因為我覺得人性在裡面的時候呢 有邪惡的人性進來 你就 美意就會污染了 而且變成人家的賺錢的一個漏洞 因為人的保險都會有人故意去詐騙 斷手斷腳的幹嘛的 然後去弄了半天 這個東西 你說人都他都敢殺了 他怎麼會不殺一個動物 那動物跟他如果非清非故的 他更可能這樣做 推動上是很困難 我相信是困難的 好 然後進廣告 廣告之後 咱們繼續跟珊珊來聊 好 九百新聞台湖的劉俊耀 瘦耀耀 對人家有黃珊珊在我們現場 珊珊你好 這個今天對這個症呢 因為這個症呢 的對象呢 是不會講話的 他只會叫 喵喵喵喵 但是他是很多朋友的最愛 真的 這個 跟家人一樣的愛 因為他現代人喔 除非你 不生小孩 對小孩少了嘛 或者是你的 你有些獨居的啦 尤其你看到那個獨居的老人家 他非得要養一隻寵物不可 否則他真的會 會憂鬱啊 因為太悶了 因為他的他是一個 在處於一個惡性循環的一個狀態 他越是這樣 然後越 有時候怨天憂人 會 會罵人 然後幹嘛 只有狗 貓 他呢 對他呢就是 尤其是狗 忠誠 你看我看那個什麼 從伊拉克打仗回來的 那個他 剛回到美國社會 他是沒辦法去跟人家相處的 家人都沒辦法相處 他只能跟狗 他在伊拉克戰場上面 所養的狗 跟他一起作伴的 那種生死的夥伴 一起回來 他才能夠慢慢慢慢 再跟社會再融入 所以 這個寵物呢 在我們現代這個 這個社會呢 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可是剛剛講的那個動物 我們的那個 動物保險 可能行不通 嗯 不要少動物保險 動物保育法 嗯 到目前為止呢 其實 執行免有 很 有待落實 很多的那種 自愛難行的地方 比如說我再隨便舉一個例子 那個 有沒有 之前不是有一個專門 這個男扮女裝 然後去領養 領養貓啊 回去之後 回去是要虐待的 嗯 後來很多貓被他虐待死掉了 嗯 他來被發現被抓到 可是 他有可能會被重判嗎 不會 不會 他是被輕判的 那可是 這樣怎麼辦呢 因為動物保護法 就還是回到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法條 我們目前法治上把它當成物 雖然我們立了動物保法 其實執行面真的有在加強 為什麼呢 因為 比如說我們說 棄養流浪犬 好 棄養家犬 變成流浪犬 抓到了 有罰嗎 嗯 也沒罰了 是 真的罰了誰 真的是沒有 因為不落實 所以就沒有辦法 讓很多的人 很多人都根本不打晶片 打晶片 你有強迫過他嗎 沒有 他取得管道那麼容易 夜市都可以買一隻狗 然後朋友的小孩 小狗生了狗 他也一隻狗 你根本不知道全台灣 在家戶裡面有幾隻狗 真的真的 你政府沒有去 很難啊 狗口管制 對對對 戶口也要有狗口 那不要說狗口還有貓口咧 對還有貓口 對還有蛇口咧 現在很多貓齁 也都是 就是大家生了就瘦瘦瘦瘦瘦瘦 對啊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好 那晶片沒有辦法強制 所以就變成流浪貓狗 永遠沒有辦法杜絕 嗯 那最重要的是你源頭 很多源頭沒有辦法 控制說到底哪裡來的 對 繁殖場生一生就拿到夜市 夜市就開始賣了 沒錯 你根本就不 你說從獸醫這端來管 獸醫這邊賣幾隻 登記幾隻 可是夜市誰登記啊 對 沒有人登記 所以這是第一個 很難漏洞啊 第二個就是最嚴重的是你 虐貓 殺貓 甚至在路上 可能就是 看到狗就打那種 對 這種虐待行為 其實很難被 舉證出來 是 幾乎都找不到 對 狗的吊死在街上啊 是啊 不知道 所以虐待的行為 在動法法本身的罰則太輕 所以變成大家都沒差嘛 而且 一年以下的遊戲徒刑 幾乎法官都是判個醫科罰金 是 罰個錢 其實沒有什麼合阻力 加上 我們現在為止 我們對於動物 還是停留在那個物的觀念 這點不改 怎麼修法也修不好 好 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 今天非常感謝山山到我們現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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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